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装置了MD7840HS CPU的全新Blink 0x高性能小主机GT-R27 Blink 0x GT-R27是我们测试的第一台AMD认识CPU架构 RDNA3 GPU架构的高性能小主机 以GT-R命名的小主机一直是零克的旗舰产品 接口丰富,做工精致是它的长项 而GT-R27有两大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采用了特别的磁吸接口 放置在底板下,为后面板节省了空间 可以安装更多的接口 第二是在散热系统首次采用了大面积的VC均热板 有效降低CPU温度 辅助的背部风扇 能够帮助内存和NVMe散热 从而保证更好的性能释放 Blink 0x GT-R27 这个型号装置了最新架构的移动标压CPU 锐刃器7840HS 类置AMD最强核显Radeon 780M 双通道DDR5内存 5600MHz 双PCIe 4.0的NVMe 视频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这也就是主机 168×120×449 不到一升的体积 不算大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长HDMI线 短HDMI线 显示器 背架和螺丝 赠送的专用螺丝刀 说明书 这块电源 19V 6.32A 一共120W功率 对迷离主机来说 绝对算一块大功率电源适配器 但是它有如此小巧 注意它的接口 不是传统的DC接口模样 而是磁吸接口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 挺漂亮 全金属机身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USB 3.2A口 USB-C接口 耳麦接口 正面有一个指纹识变模块 后面板 双USB 2.0A口 双USB 3.0A口 USB 4接口 磁吸电源接口 HDMI 2.1接口 DP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又一个USB 4接口 又一个耳麦接口 太多接口了 我们要打开后盖 把机器拆开来 卸下4颗螺丝 提拉这个拉手就打开了 这是零克特有的背部散热系统 一个散热鳍片 一个小风扇 我们继续拆 再拆下3颗螺丝 有了赠送的螺丝刀 非常方便 看看内部接口情况 两条DDR5 5600MHz的内存 一条PCIe 4.0 NVMe SSD 我们会测试它的速度的 另一个PCIe 4.0 NVMe插槽 可以再装一个NVMe SSD 旁边是一块英特尔的X200 WiFi 6加蓝牙的网卡 好了 再没有其他接口了 我们把它复原装回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Blink 0x GTR 27 7840HS迷里小主机 我们首先进入BIOS 32G内存 5600MHz 这里可以设置显存的大小 最大可以设置16G 这里设置TDP功耗 出厂预示的就是65W 来看看显示输出 HDMI 2.1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这是满血的HDMI 2.1接口 USB 4.0和DP接口 能够输出4K 144Hz 10位RGB非压缩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DP接口 能够超频到160Hz 这台小主机的USB 4.0和DP接口 能够输出4K 160Hz的 2GB非压缩信号 这次终于集齐了 HDMI 2.1 USB 4.0 DP 1.4 非常好 索尼OLED电视 HDMI 2.1接口 能够输出4K 120Hz 10位YCBCR 444非压缩信号 说句实话 迷你电脑要想完美接入 现在的4K 120Hz电视 还真的只有最新两代的 AMD核显的小主机才适用 进入游戏时间 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1080P高画质 不使用汤锯齿 普通场景平均80多帧 复杂场景接近70帧 非常不错 比起上一代的6800H 平均提升了10帧以上 到复杂场景平均 第平线41080P超高画质 右上角可以看帧数 平均80帧左右 也比上一代6800H提升了10多帧 我也试了试大表格2 1080P低画质也跑上了60帧 可以玩的 英雄联盟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平均9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全部拉满 跑起来接近60帧 星穷铁道1080P高画质能够接近60帧 这就是当前最优秀的Radeon 7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我认为游戏的提升还是很明显的 地平线5和4的帧数都有15%以上的提升 而且我用地平线5跑了一个多小时 全程都接近63瓦左右的功耗释放 GPU利用率接近99% 一直都没有过热降频卡顿出现 在游戏表现上 林克GT27是完全合格的 当然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2913 比起6800H有20%的提升 看看这张排名表 我们和第一名的也就差了100多分了 明年880M核显就能登顶了 GegBench 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38645 沃肯得分32106 FireStrike的记录也放在这里 807分 接着我们看看7840HS Radeon 780M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的提升 这次终于能应解8K60帧IV1了 CPU平均占用2% GPU Video Code Green 平均占用90% YouTuber 8K60帧IV1视频流畅播放 CPU平均占用5% GPU Video Code Green 平均占用95% 我们用Blink 0x GT27 mini主机的7840HS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1分35秒 共计695秒 对比一下 其他的顶级的AMD Intel CPU 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上一代旗舰GT266900HX是833秒 而7840HS一举突破到了700秒以下 可喜可贺啊 接着我们来进行CPU测试 CPU-Z多线程7065.9 单线程698.5 除了低于Intel 13700H 7840HS在这个项目上超过了大多数米里电脑的CPU 超越了自家的7735HS接近30% Gagbench 5 多核10979,单核1997 低于Mac mini M2 Pro和华硕的13700H差不多 CPU-Z123多核17102,单核1808 这是我们测试米里电脑以来 出厂配置多核成绩跑出的最高分 排名第一 性能释放算是厉害了 PassMark多线程31731,单线程3977 仍然是所有米里电脑出厂配置多核成绩第一名 PassMark也是我们非常看重的测试 零刻7840HS令人印象深刻 从前面生产力测试和CPU跑分测试来看 零刻的7840HSCPU 65W的性能释放非常强悍 达到了所有米里电脑CPU的顶尖水平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1536233 CPU得分942,055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Mark Time Spy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99.8%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稳定在65W 整机功耗稳定在98W CPU频率保持在4.3GHz 时温32度的时候 CPU温度没有超过83度 就这样一直维持了15分钟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5000兆B 还不错 取得了PCIe 4.0 NVMe的中等成绩 我们也测试了USB4.0的外接硬盘的读写能力 是的 是在零一个USB4.0接入高刷显示器的情况下 满血的USB4.0 最高3100兆B 同时也没有兼容性问题 很好 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是Intel X200的WiFi6网卡 跑到了9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最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Blink GT27装置了强悍的热认器7840HS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7.6到8.5瓦 CPU-Z最高功耗94.20瓦 单核满载功耗40瓦 Geekbench 6最高功耗95.33瓦 时温28度的时候 CPU带机温度34.6度 DDR5带机温度37度 SSD带机温度40度 生产内测试CPU100%的时候57分贝 如果放到耳边位置刚好40分贝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 Zen7-7840HS运行OpenW测试 Zen7-7840HS运行OpenW测试CPU100% AES915511 XX20382368 CORMARK498442 欢迎7840HS登顶CORMARK排行榜第一名 很可惜X1丢丢就能上50万了 大家往上看 我们最耳术能详的J4125 CORMARK才6万 而这家伙已经接近50万了 BLINK-0K GT27 它装置了AMD最新的Zen7-7840HS CPU 这是一块货真驾驶的认识 RDNA3的APU 我们先夸张一下BLINK-0K 全新的散热结构支撑住了全程65瓦的功耗释放 不论在CPU测试 稳定度测试 还是在长时间的游戏测试中 都没出现将评卡顿的现象 非常了不起 我以前说过 一台完美的迷你电脑要注重四个方面 性能释放 接口丰富 定音噪声 做工精致 以前的BLINK-0K 在接口丰富和做工精致上 是做得非常好的 现在又把性能释放 推上了极致 在这三个方面 我都可以给它满分 另外磁吸电源 给后面板省出了空间 我特别喜欢的 前后双音频接口出现了 我也给一个大大的赞 双网口我早就说过了 是知心好朋友 才有双网口 那么硬要说它的缺点呢 跑了几个小时游戏 发现DDR5内存 还是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最高温度都接近95度了 虽然确实没有因为过热降频 但也心欠欠的 我赶紧看了一下 之前测试的内存数据 这个没有品牌标签的内存 还是很优秀的 综合考量 这是一台今年迄今为止 最接近完美的迷你电脑 在性能 做工 接口上都可以拿满分 我认为 凡是需要购买能打游戏的 迷你电脑的朋友 都可以考虑它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